哈喽大家好,我是电子小鲁 手头上这颗是一个金针 那么这些也都是金针 金针在我们的电路板上应用非常广泛 它的封章形式也非常的多 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参数就是震荡频率 像这儿它是一个27兆的 然后我们这种封章形式的它上面外面上也洗的油啊 跟大家看一下这个24兆的啊 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在我们的泄露板上它是用于产生这个时钟信号的 这个时钟信号从这个字面意义上那也可以了解到了 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时间一样啊 就是手表啊 我们人类如果说没有时间的话呢 那就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好的,所以说它的重要性大家也就知道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内部就已经是什么东西 晶体震荡器是它的全称 解称金针 所谓晶体震荡器就是说它里面是一个晶体 这个晶体来说呢 它是一种固体 好比像我们的盐石房这些固体物质一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拆开看一下 这种不太好拆,拆这种啊 其实它里面都是一样的 它既然叫做金针 里面都是晶体构成的 好的,已经把它解开 倒出来了啊 这一片 就是我们的晶体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一折就断了 非常的脆弱 轻轻一折它就碎掉了 所以说我们的晶体震荡器啊 在比如说强大的震动或者重出来的情况下 里面的晶体可能会这个破掉 那这个元器件也就坏了 那么对测量来说 它就是这两个甲直接接在我们的晶体两端 那这样子的话呢 比如这颗是晶体 那么它又放在这两端 所以说我们测量的话呢 也没有任何的组织 它也不通电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维修当中只能够通过兑换 或者用试波机测量它的这个震荡波形 来判定它适逢正常 当然这些晶震的话呢 它只是封装形式不一样 里面也是我们的晶体切片构成的 好的 喜欢电子技术来提双击加关注 每天会为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电子技术知识 谢谢大家